我们经常听到中共领导人 咄咄逼人的宣称 他们要千年之争 永久之争 他们口口声声呢 治理中国 是全体中国人民 一致的宣称 其实说到底呢 你要否认它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毕竟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 中国人确实选择了 站在共军一边 原因有许多 从根治上说呢 还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大势 那么共军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并且势如破族的在驱赶着国军 他们采用了某园栏 他们采用了某园栏下的路 包夹 陆地上的国军 形成这个态势的 主要有三个元 第一 通过亚尔塔 国际协定的势力划分 美苏 已经预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么美军在国共内战的最后关头 原定的美元 不给了 贷款 也停滞下来 我们知道国军大多数 枕边部队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 原来的德谢 都已经淘汰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 枕边师用的都是美国武器 美军的自动化武器呢 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叫大幅砍树 它是用重火力 全火力输出 来保障战予的胜利 你有枪有炮 没有子弹 没有弹药 一切都是白城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苏联 以及当时已经成立的朝鲜 人民共和国 对中共在东北的武装力量 进行了大力的扶持 以及自重的补给 我们都知道 林彪出关的时候 共军各个派系 抽调的干部战士 加在一起不过十三万 三年之后 四野 百万大军入关 席卷天下 主要是这股地 三年的时间 怎么样能从十三万 变成一百万 怎么样能让这一百万人 拥有比国军 还要强悍的武器装备 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可能很多人 都没有去仔细看过 最后一个原因呢 跟前苏联差不多 中国人当时 痛恨国民党的腐败 非常希望能有一个 连结的新政府上台 来改变 中国当时的现状 前苏联也是这样 在推翻撒谎以后 新上台的 这些领导人 口惠而实不至 他们没有能力 改变当时的俄国 所以给聂宁 有了一次机会 既然他们宣传的那么好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中国人当时 也是抱着这个心态 可能国人还是太善良 他们一直没反应过来 这不是试一试 而是一试 就是好几代人的苦难 当时我们知道 共军的宣传很到位 他们首先发动了 社会上的流民 失业的公认 失地的农民 他们对农民说 把地主老财的土地财产 分给你们 那么在解放区 对于实行了土改 逐步的 把他们已经 占领的土地上 所有的农田 都分配给了农民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农民 历来是比较皎洁的 他们不太看重了 理想啊 大义啊 说白了 实字的都不多 南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江陵县县台县 说白了 他们只看到眼前的 这一点点利益 那么把地主杀了 把地也分了 国军要是打回来 那么土地还得上交 手上有血在的 还乡堂那有杂刀 是吧 刘胡兰就这个例子 怎么办呢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所以中国的农民 被迫 拿起刀枪 与国民政府对着干 把他们推翻 才能保住土改的国事 那么中国的知识阶层 一直呢 从五岁以来都在幻想着 让中国走一条快车道 能够弯道超车 快速地追赶上世界的潮流 所以中共呢 裹挟了一批文人 喊着要实施 美式民族的这么一个口号 让知识分子 对他们起了一些幻想 以为新中国 能够打着德先生 赛先生的旗号 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么针对 杂牌的军阀 甚至下野的这些军阀 中共为了笼络他们 拼凑了一些无良文人 失忆的政客 集中起来给他们搞了一次 政治协商会议 以新民族主义 这么一个口号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之初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几乎搭运 是各个阶层的 这个愿望 他们承诺了很多 事实上我们看到 中共采取的是诈 人都说这个小骗骗人 大骗骗国 中共的策略确实成功了 当时整个社会 蔓延着一股风气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天下无人不通共 北平当时守军将领 傅作义的女儿 傅东菊就是地下党 蒋介石身边的文代 陈布雷的女儿和吕须 也是共产党 提出废俗法币 发行金元卷的 冀朝柱 也是共军 那么我们知道 黄埔第一个获得将心的 学员兵 叫胡宗兰 你看他一生的战绩 对共军从来没有胜过 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知道 他是不是共军 那么中共呢 使用了很多方式 来安抚他们 占领区的民众 诱骗了 进度的青年 那么通过宣传 让国统区的人民 也急切地探望了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取消 压在人们头上的 所谓的三座大三 当时 国军呢 经过了八年抗战 呈现出一股 批兵的态势 不仅是士兵 许多将领 都提出要求复原 那么国民党最后一届政府 它所有的部级官员 都是留学海外的 很多人都有 博士硕士的头衔 他们代表了 当时统治阶层的意志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民间的疾苦 即便有个别 将领或者是官员 对民间的苦难 多少有一些了解 但是他们也改变不了 中下层官员的腐败 尤其是什么呢 在全国范围内 因为抗战期间 退守重庆 退守大西兰 国府当时有许多 官员并没有实际 而且从抗战以来 国府的税收 降低了很多 因为能给你交税的 都已经给日军占领了 所以当年的官员 不是清廉的问题 而是无处可摊 那么抗战胜利了以后 国军派出了大批的干部 到各地去接收 没有半年 报纸上就传出来了 无子登科的信息 人呢都是这样 当你没有能力 获得外快的时候 你可以很轻松的 唱高调 那么等他们拥有的权力 一夜之间 就从小别山 混成了富豪 我们知道 这个人一有钱 他就会惜命 许多国府的干员 原先非常的精密 但是拥有了一些 意外获得的财产 吕子 那么自然就进入了温柔性 我们知道 共军呢 一直躲在三袜子里 所有的根据地 都是国军和日军 三不管地的 穷三恶水的 没有什么游水渴 所以他们保持了 供给制下的 短暂的一段青年的时光 他们这种青年 其实是因为 他们没有掌握过权力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 中共获取政权以后 他们不仅仅 把国府的高级官员 赶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 他们也免除了具体办事员的职位 供给制下 有很多士兵 军官 要复原 因为没有仗打 也养活不了650万军人 我们知道抗战结束以后 共军 连正规军带民兵 加在一起 大概140万 在三年内战时期 他们解放了 大批的国军士兵 同时通过一些承诺 通过一些利益的交换 大量的小军团 携带着他们自己的部下 也加入了共军 我们知道这些士兵呢 有很多人 最后牺牲在 抗美援朝这场战役 他兴致上 给刚刚成立的 中共 减轻了经济上的负担 但是中国历史上呢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这么大规模的 官员的队伍 我们知道 中共的这个 统治 它是一杆子捅到底 中国历朝历代 都是皇权不下线 那么中共呢 经过土改 分田到户 它性质上就从中央 一直到村 全部由他们统管 而且当时 吃供给制的太多 没有地方安排 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庞大的公务员体系 它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共一建政 就把供给制 放大到全国 起初它实行的 其实是军管 那么建国没几年 1952年 中共就提出了 人民公社化 许多人以为它是学习苏联 集体农庄这个模式 其实呢 不然 毛泽东青年的时候 他做过一个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 其中他就明确的提出了 要实行农民合作设 他获得政权以后 他就把他的这个思想 推广到全国 饿死了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 但是吃不饱 这个大家 应该都是深有体会 中共没有获得政权之前 他们承诺过 人民可以自由的迁徙 1941年在散战林边区 他们就发出了政策文件 1954年宪法里 也没有规定 人民不准自由的迁徙 但是随之而来 1958年 他们就发出了一个户籍登记制度 人民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了 这个权力呢 你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对城市的居民意义并不是很大 对农民 尤其是发生了旱灾或者是洪灾的时候 这个麻烦就大了 因为你连往外跑出去要饭都是违法的 70年来我们见多了很多的宣传 文革我们不敢说他会来第二次 但是上山下乡好像第二次已经到了 这个政权 他创立之初 其实是有一些伎俩 有许多早期的共产党员 他们确实是想改天换地 改变人民的苦难 改变中国的落后 他们宁愿牺牲自己 要换取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早期的共产党人 他有着自己的理想 像知识分子瞿秋白这一类的 国军将领 因为厌恶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主动投奔共军 被国军最后处死的 像吉红昌将领 在抗日期间 许多中共牺牲的这些人 士兵也好 官员也好 他们确实 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 没有列强干涉的中国 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但是我们在中共建政以后 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的是公斗 是权斗 是政变 是一朝天子 一朝城 甚至我们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 准备永久执政这么一个执政官 他未来的尊号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个政权 他也跟1948年1949年的国民党的政权差不多了 上层无论你在叫嚣什么 中下层的官员 基本上都已经滥表 现在可以说是无关不谈 不管你说什么 没有人信 中共高层说的东西 不要说老百姓 连基层的官员都不信 他们现在除了钱 什么都不信 我不知道哪一种政权 能够在这种环境下 还能幻想的永久之争 我相信 你可以骗中国人民一次 两次 甚至你幻想骗无数次 但是你放心 只要有一次 有一个爆燃点 就会慢烧全国 我相信一个不义的政权 它是不可能永久之争 出来混总是要白的 你骗了明星 你骗了国人 你能骗得了全世界吗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国际社会 总体的这么一个信号 中共极有可能在贸易中 受到制裁 当中共没有能力 获得足够的外汇 用来购买粮食 恶肚皮 饿死人 在这种环境下 你还能靠什么去骗人 口口声声18亿亩红线 现在还甚多所不知道 但是每年要进口 6亿到9亿亩耕地的农产品 这个数据是骗不了人的 高薪技术有没有 无所谓 你就是骗我们 我们就当没听见 没有足够的粮食 肚皮是骗不了人的 我相信再多的口号 也拦不住饿极了眼的人 未来的变化会很快 我相信我们都能来得及 都能看得着